好在我很小心 上广播节目专访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显然有点招架不住 因为平面媒体针对2020总统选举进行民调 根本没把吴敦毅纳入选项 苹果日报民调 他们都没有把你放进去 所以你什么时候要参选 你看我没有宣布要选 为什么要放进去 阿韩国瑜哪里被列进去的 有人跟他提了要列的他也不反对就好了 谢谢 因为记忆还没参选民调就被放入考虑吗 谢谢 镜头前不想多谈 声称自己也还没做出决定 不过民调显示 国民党内没有人赢得过韩国瑜 若以胜选为考量 国民党有没有可能回到2016年老路 最后一刻征召韩国瑜 你可不可以保证这一次不换后总统候选人 我拜托你 你对于你假设的我不能随便回答 因为那种状况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 有可能从换柱变成换猪吗 吴敦毅雨待保留 但所谓的最强人选包括什么条件 你的候选人是赐罪 健康的情形一定要考虑吗 啊 王金平有没有中风啊 那个朱律伦说 我没有听说我不知道 因为昨天韩国瑜又生病休假 人家会觉得人家健康有点 哎呀 拜托你 可可啊 话中亦有所指 吴敦毅选不选算盘还在仔细打算 但总统蔡英文已经宣布竞选连任 国民党内还在太阳竞逐 连个初选办法都还没搞定 弄得党内泡身笼笼 作家蔡施萍直指 吴敦毅机关算尽只会孤立自己 这盘棋打什么棋法 惊艳老道的吴敦毅这样读解 不能算机关算尽 欢迎新闻监运林黄运晨台北报导